大家好 我这颗石壶由于上盆之后 放到太阳下 曝晒了两天 忘记了把它收回来 结果叶片全部都发黄了 那么像这种状态的石壶 需要怎么处理才能保证它这些枝条不会枯萎呢 那么首先我们要做的就是 把这些枯萎的叶片全部给它清理掉 避免它腐烂之后 受到续菌的感染 一定要把它清理的干干净净 所以说我们给自己的石壶上盆之后 千万不要给它晒太阳 因为我这颗当时上好盆之后 本来想把它晾干 再把它收起来的 结果忘记了 太阳晒了两天 现在这个叶片全部都枯萎了 那么像这种情况其实也不必太担心 只要我们处理好了 它还是能正常的开花的 把盆里面的一些 烂叶片也给它 全部清理干净 不要给它留在这个花盆表面 大家看一下 虽然说这些叶片掉光了 但是这些花芽还是 冒出来了 所以说出现这种情况 大家也不必太担心 我们将它清理好之后 接下来给它用上 杀菌药 以做多菌磷 来给它喷洒 整颗植株 避免它出现续菌的感染 一般来说我们正常的 给它喷两次就可以了 大概三天一次 这样的话就可以 很好的预防 它受到续菌的感染 导致这些枝条枯萎 接下来这段时间 我们千万不要再给它晒太多的太阳了 把它放到散射光 通风一点的地方来养护 等它慢慢的恢复正常 我们再逐渐的给它增加光照 不要一下子给它晒太久的太阳 像我这颗一样晒一两天 这个叶片就掉了很多 同时呢 我们最好给它喷洒这种 HB-001活力素 因为活力素它可以提高植物的生长细胞的活力 让它呢 生长得更加的强壮 后期就会不断的开花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